今天要介绍的是一本名为《姜恩的华尔街45年的书》 他的作者威廉·姜恩在20世纪早期是一位传奇般的华尔街交易者 同时也是华尔街科技交易的创始人之一 姜恩写这本书时,已有45年时间在华尔街做交易 在这段时间里,他总共在股票和期货市场赚了5000万美元 也就是现在的10亿美元 姜恩从无到有,1878年6月6日生于德克萨斯州卢浮金镇 他年轻的时候,家境并不好 父亲在学校里教过书,做过一些家畜生意 家里一共八个孩子,老大是姜恩 姜恩16岁时开始在火车上卖报纸补贴家用 姜恩24岁时就在俄克拉河马市一家棉花交易行当经纪人 后来开始自己做期货生意 他于2004年移居纽约后,开设了两个交易账户 第一个账户在三个月内通过300美元赚到了25000美元 第二个账户只花了一个月的时间就赚到了12000美元 那时候的姜恩已经是一位出色的交易者 1909年,著名专业杂志《行情与投资》派记者采访了姜恩 姜恩让记者们亲眼目睹了操盘奇迹的诞生 当时股票市场一周六天交易 而姜恩在25天内总共交易了286次 有人在做空,有人在做空 其中盈利264笔,亏损22笔,盈利率99.3% 他在25天内获利10倍,平均每笔交易间隔20分钟 这篇采访的报道在美国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1919年,姜恩创办了一家股票市场咨询公司 提供股票和期货交易员的行情报告 并每年预测下一年的市场行情 而利用时间周期预测股票市场的变盘时间 也是姜恩的一个伟大发现 他提前一年预测了1929年和1937年的股市暴跌 并给出了1929年股市暴跌的确切日期 9月3日,股市当日见顶后开始恐慌下跌 这样一来,姜恩的声望再次暴涨 姜恩一生都在做生意,开公司 他的第一本书在1910年出版 投资是个有利可图的行业 此后,他又与他人合作 创办了一家出版公司,主要出版其著作 比如股票的真谛,比如时空隧道 比如华尔街股票的选择等等 一百多年过去了 肖恩的作品影响了几代投资者 读者遍布全球 后来,姜恩将交易重心从股票市场转向期货 1936年,他买了一架全旅飞机 以观察庄稼的长势 这是一架名为银星的定制飞机 以前的飞机,大部分都是木制的 姜恩是美国第一个拥有私人金属飞机的人 此后,他又买了几架飞机 除此之外,姜恩还买了不少房产,买了几艘大马力的游艇 姜恩的晚年生活过得非常惬意 纽约冬天太冷了,他搬去了迈阿密 经常去古巴参加赛马比赛 1954年,76岁时,姜恩又买了一艘快艇 可见,当时他的财力还是很雄厚的 姜恩于1955年逝世于纽约,中年77岁 1983年,美国市场分析家联合会授予姜恩年度大奖 以表彰他在技术分析方面的贡献 这本书写于1949年7月,是姜恩的最后一部作品 那时候,姜恩已经72岁 在这本书中,他总结了前几本书里的交易法则 12条法则,24条永恒法则,一共36条 这是姜恩理论中最重要的一环 几乎涵盖了所有的交易 卡拉伦斯克文卫本书作序 与姜恩相识多年,自1927年起 他把姜恩所有的书都读了一遍,受益匪浅 在前言中,他特别指出 书中有关时间,周期和变盘十点的内容 都是姜恩的最新发现 下面,我将36条法则归纳为三部分 它们分别是选股技巧,买卖点和交易纪律 首先,我们先讲一下选股的窍门 它包含了五条法则 选股的水平直接影响到盈利的多少 或者说,选错了股票 赔钱是在所难免的 姜恩给我们提供了五条法则 第一条法则就是选择那些与众不同的股票 选股前,首先要确定市场走势 在美国股票市场 除了道琼斯指数代表的市场走势外 还要看行业板块的走势 姜恩看中的股票都是那些有独立行情的股票 比如其他股票创新低了 它却能逆势上涨 通过研究趋势图 你可以从中挑选出你感兴趣的板块 选股的第二个法则是选股时选小盘股做空 下跌时选大股做空 一般而言,小盘指数是指在市场上流通的股票数量少于5000万股的股票 在市场上涨的时候 它们不但能跑赢大盘 而且还能跑赢很多大盘股 因此,在做多交易时 它们是一个更好的选择 而在股市下跌的时候 大盘股往往比小盘股下跌得更厉害 所以它们才是做空的最佳选择 A股也是如此 无论是2007年互指6124点触顶之后的暴跌 还是互指5178点见顶之后的暴跌 小股,创业板,中小板等小股恢复得最快 而且很多大盘股反弹乏力 选股的第三个法则 就是选择成交量较大的热门股 避开成交量较小的冷门股 成交量少的股票说明无人问津 价格上涨缓慢 远离这种股票 切记只交易活跃市场中成交量较大的股票 只有它们才能在短时间内大幅度的波动 才能让交易者赚到更多的钱 选股的第四个法则 就是永远不要因为价格太低就买进或者卖掉 人们往往喜欢捡便宜 认为低股必然上涨空间大 却忽略了低价股是否存在基本面因素 单纯的低股价永远不能成为买进股票的理由 只要趋势不变 不要因为股价太高而放弃买进股票 这个时候不要有恐高症 这一点已经被无数的龙头股票证明了 第五个选择股票的法则是 不要购买股票以获取红利 交易者到股票市场是为了赚取差价 而不是选择股票分红 在江恩看来分红只是一笔小数目 为了赚取分红而买卖股票 根本算不上是一笔交易 好了 选股撬门到此结束 简单总结一下 要选独立走势个股 选小盘股 要选成交量大的热门股 不要因为股价低就买进 也不要因为股票有分红就买进 第二部分确定买卖点 这一部分还有五条法则 对于交易者来说 无非就是选股合则十而已 选好股票后 投资者最关心的 就是什么时候进场 什么时候出场 怎样确定买卖点 下面我们逐一讲解 确定五条买卖点法则 第一条法则就是 当股价上涨的时候 你可以考虑买入 要确认上涨趋势 必须不断抬高股价的底部 不断抬高顶部 才能发出买入信号 比如股价在最低点时是50元 它在第一波上涨时涨到60元 然后出现回掉 跌到55元就只跌起稳 开始第二波上涨 这一次的上涨 已经超过了60元的最高点 达到了62元 也就是说 这只股票已经开始上涨了 因为它的底价 由50元升至55元 而顶部则由60元升至62元 而如果第二波股价 没有突破60元 比如58元 那么股价就会再次下跌 那么上涨趋势是不成立的 因此不能构成买入信号 这时要注意的是 如果股价只涨到58元以后会怎么样 如果股价由58元再跌至50元左右 则构成双底 因为之前股价已经从50元的底部开始上涨了 所以这个时候还是有很大机会继续上涨的 如果股价再一次无功而返 回到50元 那么50元的位置就形成了一个三重底 后市仍有较大机会上涨 不过 江恩在研究的时候 却发现了一个问题 如果股价第四次触底50元的时候 大多数情况下 股价都会跌破这个底部 然后继续下跌 也就是说 一旦出现四个底部 就不是买入的信号了 第二个确定买卖点的法则 是在股价回调结束后 根据时间周期买进 在日线级别 当股价连续三天突破前一日高点时 你可以考虑买入股票 但是不要马上买进 要等到回调结束再买进 如果两天内的股价回调结束 说明上涨势头强劲 可以买入 如果回调超过三天 说明趋势不强 需要继续观望 在周线级别 同样的原理 上涨趋势确立后 三周内的调整 可以视为正常的周线级别调整 不会改变上涨趋势 所以从周线图来看 股价在三周内 从任何顶部出现调整 稳定后即可买入 至于卖点 当股价连续三天下跌时 前一天的最低点 预示着趋势开始向下 那么接下来的两天 股价就会反弹 确定买卖点的第三个法则 就是关注市场 可能出现趋势变化的重要时刻 及时调整自己的仓位 江恩恍然大悟 市场重要变盘十点 分为两类 第一个是在过去的市场行情中 出现变盘的周年纪念日 也就是说 股票市场在到达顶部或底部之前 有可能发生重大的趋势变化 举例来说 1929年9月3日 美国股市创下历史新高 而在1930年9月10日 出现大跌前的最后一次顶部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 每年的最高点和最低点 都会出现在9月 那么 9月是值得关注的一年中 可能会发生变化的月份 第二种变化 则是在节日前后发生的 对于美国股市来说 圣诞节的时候 也就是春节的时候 美国四年一度的总统大选 也是一件大事 投票结果还将在大选之年 对股票市场产生重要影响 所以 这一点非常关键 就是变盘的时候 第四个确定买卖点的法则 就是在股票价格的半山腰 买进卖出 在这个法则里 股价的底部是山脚 顶部是山顶 那么 最重要的交易地点 就在半山腰上 第一种情况是 当股价从最高点跌到一半的时候 就是买入的信号 比方说 股价从100元的最高点开始下跌 跌到50元 50元就是买入点 江恩研究发现 这种下跌的幅度 基本上是对的 股价很有可能会跌到谷底 第二种情况 就是股价从底部上涨了50% 到达半山腰的时候 就是卖出的信号 比方说 股价从50元的底部开始上涨 达到75元 这个价位就是卖点 因为这个幅度基本上已经反弹到位了 股价可能会再次达到顶峰 第三种可能 目前股价处于震荡状态 那么之前的顶部和底部的价格 都可能在下一个底部或者顶部出现 比如前一段行情 股价的底部是50元 顶部是100元 那么它们的终点就是75元 如果目前股价在60元左右震荡 那么就要关注股价了 75元左右的时候就要卖出多头头寸了 如果目前股价在90元左右震荡 那么就看它是否会跌至75元的底部 第五个确定买卖点的法则是 当股价下跌后 成交量萎缩至低量时 考虑买进 考虑在股价上涨后 成交量放大至峰值时卖出 这里不仅要关注股票的成交量 还要研究纽约股票交易所的总成交量 包括月成交量和周成交量 再回顾1936年1月至1949年6月的牛市和熊市时 肖恩列出了纽约股票交易所每月的交易量和年交易量 从而一目了然 交易量的波峰和股值都是可见的 举例来说 1938年10月成交量创下自1937年3月以来最大月成交量 表明市场已见顶 反之 当成交量像1948年2月一样低迷时 则表示市场已见底 大盘板块与各股间成交量密切相关 因此要将其作为参考 第二部分确定买卖点就到这里 简单地总结一下 一是当股价在底部和顶部都被抬高 形成上升趋势时可以买入 二是看周期上涨趋势 等到调整期结束后再买 三是关注周年纪念日及重大节日是否成为变盘10点 四是半山腰的买进与卖出 记住50%这是最重要的比例 五是看成交量地量买入天量卖出 五种法则结合起来成功几率会更高 接下来我们进入第三部分的交易规则 它包含了四个规则 江恩很重视资金的安全 也就是说 他必须时刻控制交易风险 避免出现巨额亏损 江恩认为 交易的第一要务是如何保护自己的本金 所以必须严格遵守以下四条交易规则 第一个交易规则是把资金分成十份 每次交易中最多使用一份 如果一开始是1000美元 那么分成十份 这样每次交易的风险都会被限制在100美元以内 另外江恩建议 每次交易时一定要设置止损单 无论如何都不能撤掉 这样一来 每笔交易的损失都会被限制在10美元到20美元之间 很多使用止损单的人都遇到过这种情况 当行情上涨时 做多买进 在第一位设置止损单 结果股价出现回掉 刚好达到止损单的价位 但是 当止损单成交后 市场又开始上涨了 这会使交易员感到非常懊恼 认为这个止损单最好不要设置 江恩认为 这是不能排除的 但是实际上 如果一个止损单使你错误离场 那么在下面的九个例子里 它就能使你脱离险境 所以 交易时千万不要排斥它 肖恩在书中列举了很多年前 赚了几千万美金 最后都输光了的大争吵 不过 也有一些交易大师 比如伯纳德 布鲁克本 史密斯 伯特卡斯特里斯 其中 卡斯特里斯非常注意使用止损单来控制风险 每一次建仓 都要在五个点的位置设置止损单 也正是因为如此 它才能笑到最后 第二个交易规则 就是不要在浮亏单子上补仓 在亏损时 补仓是交易者最大的错误 本来还想再买点股票的 结果没想到 股价又下跌了 这可怎么办 要不要再买点 不对 不要在有浮亏的单子上加仓 不停地抄底 才是最危险的 在震荡行情里 也许不会那么可怕 但是一旦遇到单边下跌 基本上就是一个无底洞了 而且 谁也不能保证 股价在跌停之后 还能继续上涨 很多时候 他们都会在底部躺上很长一段时间 浪费时间和金钱 在这笔交易中 赚得盆满钵满之后 江恩建议 将一部分资金 从股票账户 或者期货账户中抽出来 以备不时之需 第三条交易规则 是不要过度交易 所谓过度交易 指的是在没有任何交易信号的情况下 频繁交易 江恩认为 过度交易 是一种人性的弱点 很多人都希望能够一夜暴富 所以他们 才会来到华尔街 想要在一周或者一个月内 将自己的资金翻一倍 也许市场 碰巧碰巧有这样一个市场 你能在短时间内 获得如此高的收益 但是不要把它当作市场常态 江恩给投资者们算了一下 十年到二十年 如果每年都能拿到25%的收益 那么从1000美元开始算起 十年后 就是91313.5美元 也就是说 他们的资金 可以达到九倍以上 这已经是一笔不小的投资收益了 所以交易的时候 最好要有一个清晰的计划 不要急于入场 也不要失去耐心 一定要做到 看不见买进 不见仓 不见买出信号不平仓 在这本书中 肖恩回顾了这一年的大争吵 提到了一位大人物客 劳福博士 他曾在市场上大起大落 1932年 他又以几千美元起家 到1933年 期货市场最高峰时 账面上已有 3000万至5000万美元 但他认为价格还会继续上涨 于是继续买进 他犯了一个错误 那就是过度交易 1933年7月18日 所有期货品种全部崩盘 账面上的盈利全部化为乌有 如果他及时收手 及时平仓 那么他就是市场的赢家了 所以 你应该从类似的教训中 吸取教训 第四个交易规则是分享风险 不要把所有的钱 都投在一只股票上 这叫做分散投资 但是有的时候 交易者却走了另一条路 他们的资金本来就不多 现在 却有了十几个 甚至二十个以上的股票 这样的结果就是 要跑赢大盘将会非常困难 所以选股要少 要金 他可以在自己的股票池里 放几十只股票 但四五只股票 就足够了 这是交易纪律的部分 总之 在交易时 一定要把资金安全放在第一位 每次交易不得超过您全部本金的十分之一 并设置止损单 如果单子出现浮亏 不要补仓 交易不要太频繁 入场和离场均以交易信号为准 交易的股票数量 最好控制在四至五只 江恩的投资法则 就到这里了 江恩才是真正的股票和期货市场的开创者 在他的前方 几乎找不到任何前辈的踪迹 一路披荆斩棘 闯出一条属于自己的道路 在当时的情况下 市场走势图都是手绘的 直到晚年 江恩都坚持要自己化 正所谓中瓜得瓜 中斗得斗 正是因为这种信念 江恩才能在金融市场上站稳脚跟 道士理论 江恩理论 波浪理论一直被认为是 华尔街技术分析的三大基石 其中 只有江恩一人成功地 将自己的理论运用到了实战中 他的理论至今仍对专业交易员产生影响 比如很多交易软件仍然使用江恩线 所谓降温线 就是一组不同角度的线 由底部或顶部发出 用以判断 支撑和阻力线 另外 江恩的很多理念 比如三日波动法则 都被写进了交易流程中 作为判断高频交易买卖点的依据 因此 江恩的理论至今仍在股票和期货交易中大放异彩 江恩从小就读 圣经 他喜欢引用圣经里的话 比如阳光下 没有烦恼 虽然江恩的时代 已经过去了一百多年 但是万变不离其宗 他的悲喜剧每天都在上演 我们所说的菜鸟会被称为新人 为了不成为任人宰割的羔羊 你必须努力学习各种投资技巧 江恩的三十六条法则 都是他毕生所学 他不仅教会了交易者如何把握时机 也告诉交易者 时间的最佳用途就是学习知识 这样投资就不再是一场毫无意义的赌博 而是一项能带来利润的誓言 而是一项能带来的